恋爱中的情人啊 还是自己的亲朋好友啊 大家有的时候一起啊 结伴来去逛逛夜市啊 吃吃喝喝好日好热闹 很多人去过士林夜市 你可能会知道当中有这个地标啊 都会丛林哦 哎今天才听说 听说3月31号就要整个结束营业了耶 很多的摊商啊 不舍不要讲了 就该抱怨说 你怎么2月底才正式通知这个租约到期呢 要歇业真的也太晚了 一下叫大家转到哪里去 而且都市丛林呢 过去十几年来陪伴了很多人啊 那么现在要以35亿5000万元的价钱卖出去 以后要转型成为住商大楼了 这边就是士林呢 非常著名的地标之一都会丛林 不过因为租约到期的关系 3月31号这边所有摊商 全部都会结束营业 4月1号这边就会走入历史 工作人员忙着风箱搬气均 在这里营运4年多的保龄秋冠忙着清空 都会丛林月底将吹洗灯号 很多民众摊商都觉得很不舍 15年游吧 很久了啦 摊犯说租约尚未到期就得拆迁 抱怨2月底才通知真的太晚了 有的在招摆前紧急贴出大大的告示 租约到期另签新旨 真正收到要确定结束营业时代2月20几 那这样的时间其实是蛮高的 应该目前来讲应该大概还有三年到四年左右的时间 在丛林变完独光直色相当热闹 是很多年轻人聚集的地方 之前是经济广场 后来转型成百货商场 率先打造主题式购物街道 像是宠物街命理街手机街 不过现在通通要走入历史 而原本1300多瓶的商场 现在被建设公司以35亿5000万买下 后来计划开发驻商大楼 陪伴无数游客度过十几年岁月 4月1号都会从临画下据点正式歇业 终于新闻智能中潘兆文台北报道